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 鄭醫師也要提醒大家 很多人覺得冷凍食品是現代人生活的好朋友 很多時候東西往冰箱一放就覺得萬無一失 可是事實上冷凍的食材 除了剛剛講的保存的過程很重要 再來解凍的方式也很重要 對 並不是所有東西放進冰箱 或他溫度夠低就一定是安全的 那我就有一個案子我覺得蠻可怕的 那他是一個六十幾歲的阿伯 那在我這邊是因為大腸癌開完刀 那在做化療並且追蹤 那他有一次送來急診就很驚悚 他整個眼睛上吊 那整個人沒有意識非常的可怕 那我一開始也懷疑過會不會是腦部出現轉移 造成腦壓上升這些症狀 可是住院發現他白血球上升 那有一些感染的跡象 那後來幫他抽了腦脊髓液 那發現是一個里斯特菌造成的腦膜炎 那他雖然在做了治療之後 抗生素治療之後人是變好了 但我們還是很好奇 為什麼他會得到這樣的腦膜炎 所以我們去問他 他說因為做化療期間 他一直噁心想吐 那合併他嘴巴破了很多洞 那他想吃一些冰淇淋 冰冰涼涼的保護一下喉嚨 所以他就買了一大包 一大盆的冰淇淋冰在家裡面 那慢慢吃 那後來去查可能就是這樣子的作為 讓裡面的細菌繁殖 那並且造成它的感染 那到底我們的溫度要多少以下 會比較適合做一個食物的保存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這邊 那大部分的細菌在一到五度的時候 能長保存的情況下是沒有辦法繁殖的 那這時候並不是說細菌會死掉 只是說他大部分沒有辦法生長跟繁殖 那如果到-18度以下的話 細菌基本是處於休眠狀態的 所以這個時候的食物相對就是可以放比較久 是比較安全的 那為什麼我們的病人會得到這樣子的感染呢 那是因為我們在居家的保存環境 我們冰箱會開開關關 雖然我們以為他溫度一直很低 但實際上在你打開 並且放回去的那段時間 他可能溫度會上升 那必須要經由再次的冷凍壓縮 壓縮機的運作之後 才會降到你的目標溫度 那這個過程可能就會造成你的細菌開始增生 比較危險 那目前國內的法規 針對這些冷凍的食材 其實都會定期做抽測 而且有一定的標準 如果在不同的冷凍食品 不同的溫度保存情況下 細菌是不能超過一定標準的 那因為在家裡 我們沒有辦法遵循這樣子的檢測 那WHO也曾經做過一項調查 是居家的衛生調查 他去戳查每個人冰箱裡面的細菌量 那會發現幾乎有一半的人 家裡細菌量是超標準 鄭醫師要提醒大家 這一個很多冷凍冷藏的料理食品 那固然使用很方便 但是加工的程度也要慎選 像兩位師傅示範的 都是天然食材的冷凍 而不是加工品 是 那加工食品的確有蠻多風險存在的 那我有一位病人 他是50多歲 他因為體重越來越增加 那我看到他的時候已經100多公斤了 那他家人很擔心他的健康 那一直也覺得他應該會有脂肪肝 這些問題 所以請他來看醫生 那過來我就幫他掃超音波 那但是我看到掃著掃著 忽然就看到一個2公分多的腫瘤 那我也很害怕這個腫瘤會不會有問題 那後來做了切片證實是肝癌 那也做了治療 那回問他就是他的生活型態啊 是什麼讓他脂肪肝那麼嚴重 他說他平常就是過著像社畜一樣的生活 上班那可能要忙到八九點 所以午餐跟晚餐大部分就是便利超商 那看有什麼加工比較快的東西買來就吃了 那這些東西是所謂的超加工食品 那對身體會有一些危害 那根據NOVA的食品分類定義 所謂的超加工食品 指的是這些食物我們打開就可以吃 或者只要簡單的加熱就可以吃 那具體來說有這些東西 像是洋芋片一些零食 大量生產的包裝麵包 巧克力棒糖果含糖飲料 那泡麵冷凍微波的這些即時食品 那或者含一些雅硝酸鹽的加工魚肉肉品 這些是屬於超加工的食品 那美國的醫學協會的期刊 Drama也曾經發表過一篇文章 那他統計了10萬多個人 做了長期的追蹤 追蹤了10年 那發現如果你的超加工食品 占你所有的食物熱量 每增加10% 就會增加15%的糖尿病的機會 那這個研究也去統計 就是如果是還沒有成年 2到18歲的這個族群 到底暴露多少的加工食品 那發現年輕的這個族群 幾乎有6成7的熱量來源 是加工食品 那食品的原型反而只有兩成多 那可見這個問題在未來 不管對這一代 或是我們下一代 都會是個比較嚴重的負擔